书法大师丹静建是该大学的教书 也是童书馆的馆长 他在街西文化局展出到书法的作品 读到笔法系列 各有书法的意境创丝 有请订阅真诺观赏 认识书法来行的人 都会说书法是一面大合物 如果在大家含书过丹静建的创作书法以后 一定两人心心忒忒 那有些作品是跟我家人的互动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叫做自有传章 很多人都把它看成叫做自有传章 这是自有传章 那我这边也有学习 这是我一些网子的文章 他在小时候都跟我们讲 那人主义有仙丁 这仙丁就是说 大家宣传都不一样 但是就有自己的特色 去发展它的专材 所以就会有各种不同的面貌 这句话跟我从事的工作很有关系 因为我是从事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讲的叫做个别差异 所以一句话本身就在那里 所以就会让它吓出来 那我们也很幸福 这样就会用 修法大师 丹正建是嘉义大学高修 也是导书官的官长 六十块的修法 正是政策、青年 在嘉义市文化局 来展出的創作修法里面 治疗世人的筆法 志华 建议修法意见的創作修 把我们台湾的美妙的地方 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叫做 秋香、香港、糖花、香蕉、香蕉 所以闽南台语读起来有五音 说话叫做台独 事实上呢 读中文就是秋香、花香、香花、香蕉、香火、香港 只有一音而已 中文就是一音 所以叫一中 刚好让大家跟政治产生一些趣味的联想 所以我才会叫做台独一中 这样子 两人会心会意的修法 在了三个附近 也还有更多性化体验 体费回合来的经典修法 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段 尽管的修法展出 世新新闻创民党 加以此蔡翁博多